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韩国跟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区 明天7月1号开始启动 对台湾经济 对内洋关系有什么影响 南中海形势是外吃内藏 美国 中国 越南 菲律宾各有什么样的算计 大陆客自由行游台湾 台湾究竟可以吃什么 看什么 玩什么 想什么 保导台湾 台湾保导 究竟保在哪里 时评大财经 给您来关注天下大财经 首先第一部分 十关时间 赞助播出 因为专业 所以先进 陈老师还是想跟您首先咱们谈一谈南中国海 因为南中国海的形势在这一周仍然是持续有新的发展 我们看到越南特使 越南的副外长胡春山是赴北京访问 另外菲律宾的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是去美国访问 是 美飞6月举行军演 每月7月举行军演 那时先生从五月底 越飞两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生争议以来 您几乎每一周都在跟进新的形势和发展 那么这次又有什么观察分析的角度呢 当然需要再进一步更进 因为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从你们刚刚介绍里面 你可以看到整个形势有点演化了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形势大致上分成两个角度来观察 这一看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个角度是动作的角度 首先就是你刚刚讲的 越南跟美国进行军事演习 菲律宾跟美国进行军事演习 那中国也没闲着啊 中国我们也知道在南中国海或者其他方面的海域 也有这个军事演习嘛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那每一个国家在进行军事演习都特别强调 这是例行性的 这不是冲着这个形式的 实际上大家都心里很明白 它有针对性的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 就是要像您说的 大家都动作频频同时又强调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您说的第二个角度是什么 第二角度呢 就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武的角度 那这个角度是文的角度 文的角度就进行磋商谈判 另外越南就派了这个他的特使 什么副外长跑到北京来 叫胡春江 是吧 那么这个菲律宾也派了他的外长 到美国去跟希拉里谈 希拉里还去跟他承诺 我们一定会遵守这个协防条约的 我会给你武器的 那么我们也没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副外长 这个外交部副长 崔天改这上地方我们谈过吧 在夏威夷跟美国的那个 康佩尔进行亚太事务册商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菲律宾的总统 艾基督三世 也可能过一阵到中国去 所以必须实现就在穿梭 这个两个不同的角度 是 实际上引民观察分析 如何解读相关各方的动作 没错 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算计 你比方菲律宾跟越南 他们的一个算计就是说 我首先第一步 我的既得利益者 我也要保护住 不能被你中国给他抢回去 那我要怎么保住呢 我自己保不住的 我必须要拿到美国 拿美国入伙 那从美国角度来讲 我美国在这地方 我也有我的利益 什么自由航行 或者是经贸易利益 而且我也不希望 跟他们打仗 所以美国也就 拉着这两个小国 一起来跟中国进行博弈 增加美国的一个谈判筹码 那对中国来讲 目前这个形势 首先中国是需要 破解他们之间的联合 让美国跟这些东南国家之间 不要紧密的 关系那么密切 所以中国一直想 你不相干你不要进来 第二个还要破解 越南跟菲律宾之间 可能进行联合 那对中国来讲 中国还希望将来 长远来讲 希望把现在失去的利益 重新重拌回来 所以说美国家 都有美国家自己的算盘 那您认为 中国面对这样复杂 又相对被动的形势 应有何战略对策 盘呢是有很多 但是最主要的盘 是美国盘 重点还是放在美国 就是我们以前讲 请这要先请王 那么对美国来讲 对中国对美国来讲 你要的什么东西 什么自由航行 或者是什么经贸利益 基本上我没问题的 我可以跟你确保的 但是你要跟我交换 你得承认 我在这地方的主权 我得保护我这边利益 咱们那个进行交换 就是中国来打美国牌 那么除了美国牌 还有其他的牌 第二张牌呢 我觉得经济牌 经济牌主要是 对菲律宾跟越南 其实对美国也有 这个经济牌 那么对菲律宾跟越南 打经济牌呢 相对于美国在地方 打经济牌 中国的实力还更强一点 不管是美国牌 经济牌呢 最后还是有个 军事电量 做后盾的 这是前两个牌 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第三牌是台湾牌 台湾牌 就是台湾在这个地方 的战略的利益 我们以前都没特别注意到 因为这些问题还没发生嘛 所以当时这个1979年 确定对台政策 什么一国两制 什么时候 其实这些问题 都还没出现嘛 但现在这个形势出来了 这个形势出来 对中国 对整个中大陆的人 太重要意义了 所以怎么打 好这个台湾牌 让台湾跟中国大陆 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 必要的合作跟这个协防 我觉得这是第三张重要的牌 对 那么其实实际上除了这个 南海形势 我觉得现在另外一个 最受关注的就应该是 这个希腊债务危机了 对吧 因为这个债务危机 现在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 而我们也知道 这个欧洲中央银行 是表示说愿意提供 12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 但是前提就是希腊 必须先通过这个紧缩措施 对 但是这么样的一个方案 又受困于希腊 他们内部的一个朝野分歧 而且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 希腊内部各行业 展开48小时的一个罢工 那实际上您怎么看 这当前的形势 这个形势不但乱 而且稍微有点危机 我们以前在两年多以前 实际金融海啸的时候 当时很流行一句话叫做 它太大了不能让它倒 那么你可以看到 希腊并不大 希腊非常非常小 所以这句话稍微改一改 它也太小了 不能让它倒 那为什么希腊这么小 不能让它倒呢 因为它很小 但它一旦倒了以后 它会把别的拖下水 比方西班牙葡萄牙 这些拖下水 西班牙葡萄牙拖下水 欧洲就拖下水了 欧洲拖下水了 美国就拖下水了 所以这问题很大 不能不救它 但是话也说回来 像德国我能够救你 我也愿意救你 但是关键是救鸡不救穷 你自己本身这个烂摊子 不给我收拾好 我怎么能救你呢 所以现在就要求 希腊进行财政改革 可是希腊财政改革 就像你刚讲 老百姓又开始抗争了 这个问题很大 对这也有道理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 希腊人要上街抗议罢工呢 对 希腊人这个上街罢工 这个用中国一句话来讲 叫由色入简难嘛 过去那个悠闲的生活 你现在一向收紧 每一个人都抗议 还有第二种理由 老百姓不是没道理的 你要我节约 你要我干什么 你要我增加税 你看这个烂摊子 不是我来解决的 不是我来负责的 你们这个政府的官员 很多税你们收不到 很多腐败的问题 你这个叫我把这个烂账子 往我身上一推 叫我来这个买单 我怎么甘愿呢 所以他呢 就上街了嘛 就这样 对那这么看起来 老百姓其实也有道理 实际上您觉得 这希腊的问题 该怎么办 能不能解决 难难难 三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目前的情况 因为老百姓 他不愿意认出或者认错 政府呢也觉得 我也不愿意认输认错 这样干到一起 还有一个第三个结构性的原因 就是希腊的货币 没办法贬值 经济原理上面就算 一个国家经济搞得不好的话 他货币贬值 他就能够增加出口竞争力了 可是希腊现在没办法 因为他跟欧元绑的一道 有点像香港联系货币 这一绑的一道 他就动弹不得 所以这个情况呢 这个当年不是有个 蒙德尔就是欧元支付嘛 我都不晓得 今天他如果在这边 我都要请教他一下 当年你有没有考虑到 类似这种困难 那么如果说 他继续跟欧元绑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讲希腊神话 以后就不可能有神话了 希腊最后一结局 就一条路 退出欧元 您讲到希腊不会再有神话了 我就想到 其实不少人说 中国高铁建设的速度 也是一个神话 中国高铁现在已经是一个 战略产业 而且发展得很快 甚至未来可能成为 重要的出口产业 对 但是实际上 我们就注意到目前 已有的已经运营的一些高铁 像这个京津 这个武广 护宁等等 这五条高铁 没有例外 几乎都出现严重的亏损 那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办 我想就在座的两位 如果对经济部不是非常专业的话 你一看高铁为什么亏损 也许就找到一个答案 就是没有人去做 对 我换句话说 它这个债客率太低了 所以需求太少 但实际上需求少不少 多不多呢 其实跟它的一个价格的定价 有关系的 石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高铁的票价 可能定的偏高了 以至于这个需求拉不起来 可是问题是 这个票价显然需要反映成本 高铁的投资极大 那成本相间很高 所以它的票价呢 不可能定的很低 对吗 有道理啊 他讲的 对 因为这个定价就是要反映成本 但你要了解 一个商品 或者一个劳务价格怎么定 实际上要考虑到 整个市场的供给跟需求两方面 你刚刚在讲那个成本 那个方面 是供给面 供给面 成本高 那这样尽可能要定高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需求面 需求面的话 你定高了以后需求就减少了 如果定低的话 需求就销售量就增加了 所以这个价格要怎么定呢 理论上来讲 要考量到供给跟需求两方面 那么至于当然 刚才我很同意 假如这个投资很大 成本很高 那也许就自然偏高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价格一定高 现在这个就没有人来做了 这也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成本做进一步的区分 其实成本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变动成本 一个叫做固定成本 你这个定价就要把这两个成本的概念先搞清楚 对 但是您讲的我们不是太明白 就是说您能不能就这个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具体说明一下呢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在围观进行业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不要假设我们有一个工厂 我们就一个企业 我们在企业开始投资的时候 那么一投资下去 投资下去的以后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固定成本 收不回来的 就它英文叫做沉入成本 就是好像沉到海里面去了 好 那么另外什么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就是 我在营运的时候才开始产生成本 就说我今天要开始这个开工厂了 要运作了 电费增加了 工资增加了 这个叫变动成本 所以你明白了 这个固定成本就是 把它土地啊 基本建设的一个固定成本 好 回到你刚的话 这个高铁的固定成本 很大 这个很清楚 数以百亿级千亿级 这个成本一投下去 但是你这个价格 如果真要反映固定成本的话 那价格要定得很高很高很高 对不对 定得很高很高的话 没有客人来的 所以你就不能够充分 不能够以固定成本 来作为你定价的一个标准 你怎么办呢 只能考虑到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就是说 我今天开工了 我今天开始跑车了 增加的这个成本 我这个票价 首先考虑到这个 就简单说 我的票价必须要能够超过变动成本 我就把它定定定定 但只要能够超过变动成本 我就能够 每天那个运营 我就赚过去 但是如果我的票价 连变动成本都收不回来 那这个都不行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明白了 对 那时事先上还想跟您谈谈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消息 这个明天 也就7月1号的时候 这个韩国会与欧盟的 自由贸易协定FTA 就会正式生效了 另外像韩国与美国的FTA 是最快 也会在今年的年底生效 韩国与中日 三国的FTA谈判 明年也将会启动 对 实际上这些年来 国与国之间 协商谈判签订 FTA的现象 好像越来越多 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这现象就是一个全球化现象 实际上是必然逻辑 我先举个例子 假设你们是两个国家 你们签订这些网易区 因此你们就互相承诺 豁免彼此的关税 换句话 你的商品办法 他那边 他商品办法里面 就没有关税了 那么这个有利于 这个资源在你们两国家之间 最优化的配置 很好 对吧 那么既然你们很好的话 对全球来讲 是不是全球之间都能够 达成一个所谓自由贸易区 不是更理想的吗 理论上是如此 所以我们希望有个WTO WTO的话就要求 所有100个多个成员国家 通通互相之间减免关税 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但是难难难嘛 不可能嘛 因为各国家情况不一样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办呢 就好自求多福 先来 咱们两个先来 你们两个先来 咱们三个先来 双双对对 三三两两 先这么搞 这就叫做次全球化 或者叫做区域化 明白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近年来这个FTA的谈判 如此风行的一个原因 但实际上在这其中 我们看起来 这个韩国是格外的积极 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跟他们的决策子有关系 我记得当年 这个韩国的金大宗 就已经看到这个大趋势了 所以在他认为 就把这个外交部改了 叫做外交经商部 他等于是把外交 跟经商结合在一起 或者以这个对外的经商贸易 作为一个外交的一个最主要护盾 那么接下来 他的下任叫卢武炫 卢武炫就定了一个更明确的目标 在2007年的时候 韩国要跟50个国家 或地区展开有关的FTA的谈判 然后15个国家 在2007年之前能够完成 同时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 又以第一优先式 集中在中国 日本 美国 欧盟 这些国家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 韩国基本上已经很有收获了 他跟新加坡 智利 东盟 还有这个印度 都已经完成了自由贸易区 然后说从明年开始 就是跟欧盟 对不对 然后从今年年底开始 跟美国 对吧 然后从明年开始 跟中国 跟日本 开始进行谈谈 所以这是韩国做法 您刚才讲的没错 那国家与国家之间呢 为了共创双赢 签订FTA 那对于会不会对其他 没有参与签约的人 构成困扰 或者是伤害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 非常要害 非常重要 理论上表面上看起来 你们两人之间签订 你跟我不相干 是你们之间双赢嘛 其实相干的 因为你们两个双赢 其实把我的一个利益 基本上就排斥掉了 因为我的商品 从此以后卖到他那边去 就不能享受您的关税 但是您能享受您的关税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签订资源贸易区 实际上就出现 这么一个有趣的效应 就是签约国之间 能够创造双赢 但是同时也能把别的 没有签约的国家的利益 把它排除掉 所以它是一个 既攻又守 既守又攻的一个策略 在全球化的大战略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对 您说的有道理 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抽象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对 我也觉得有点抽象 好 好 好 一个比较受到伤害的 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台湾了 就讲的是台湾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台湾来讲 任何国家跟别的关税 签纸与范区固然不好 但是千万不要韩国 理由很简单 因为台湾跟韩国的出口 高度的充电竞争 这是第二 第一 那么第二呢 韩国跟非洲拉丁美洲签 我也比较不太在乎 但是他跟欧盟 日本 中国 美国 新加坡 这就要命了 因为刚才讲的五个 全都是台湾最大的 前五名的出口地区 所以这双重效果一挤压 那台湾的困境 就很明显就凸显出来了 那台湾怎么办 台湾确实是很困难嘛